今天是美国旧金山这边的2020年的2月21日 咱们看一下北京那边感染冠状病毒的这么一个情况 看一下这个截图 它显示的是突发情况报告 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断两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疑似 核酸检测阳性 初步划定 密切接触者250人左右 用了这个250这个数字 其中家庭密切接触一人 它写的是密接 涉及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及透析室等医护及护工等院内人员100人 透析患者150余人 括号 陪护家属带喝茶 老年病科患者及家属密接待 密接 带喝茶 密接啊 就是密切接触 然后带喝茶 写这个稿的这个秘书不合格啊 因为它这个密接是一个词 但是呢 它这个接会没用这个带 会容易让领导念稿的念成接待 密接待 设设计公交及超市的社会密接 尚在协查中啊 这是一块截图 啊 这个大体是有时差 不过也反映了北大人民医院啊 那边是发现了两例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例啊 也证明北京那边的形势其实也并不乐观 呃 他所说的是初步划定 密切接触是250人 但实际呃 进一步的去排查呢 应该不止这个数吧 而且这些人里边还有坐地铁呀 对吧 坐公交出行的 呃 从这个角度考虑呢 在北京的朋友们呢 尽量要提高警惕吧 啊 特别是东西城区的这个医院啊 就是东城区和西城区这边 然后大家注意 呃 保护自己吧 啊 他这个北京人民医院呢 这个老人被诊断为新冠肺炎啊 就是新型冠状病毒 呃 感染所引发的这个肺炎 呃 他那个直接的感染源呢 后来调查呢 发现是来看望他的这个老伴 呃 就是说 这个老太太呢 是发烧八天 啊 就是说 呃 测试呢 是阳性啊 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阳性 然后呢 就问这个老太太有没有 和这个外地人接触的历史啊 然后老太太不承认 然后最后呢 北京公安方面 去调查 老太太就不得不承认了 她说是 她 那个二儿子一家三口呢 在2020年呢 1月23号呢 从武汉 自驾车啊 到了长沙 然后呢 从长沙坐飞机 呃 去 呃 看他的这个 老妈和哥哥啊 然后呢 在北京 呃 期间呢 他就隐瞒了武汉的这么一个历程啊 就是没有说从武汉那边过来 并且呢 他还进超市和小区呢 跟人们聊天 然后 直到后来呢 他注意到他妈妈开始发烧了 就觉得 哎呀 这可能瞒不下去了 呃 然后 这个 他这个 儿子这一家三口呢 就到外面租房子住去了 就躲出去了 呃 然后 后来找到这家人之后呢 一测试都是阳性 呃 就像这样的人呢 其实在北京 我觉得还有 不一定只是他一家人啊 也有这种的 隐瞒这个情况呢 是吧 呃 现在呢 北京人民医院 这次发现了三个人感染了 呃 而且 就是 其中这个老头发烧的时间比较长 每天呢 还到这个 透析室去透析 透析的时候 就要接触医生和护士呀 然后 这就让这个医院的这个领导 就 比较紧张 啊 然后 据说有些 北京的一些领导呢 还到这个 北京人民医院啊 到那现场办公啊 到那去 问询这个情况 呃 然后呢 呃 其实比较担心的是 医院这边 这个医生呢 会被 感染啊 呃 目前所 查清的消息呢 是确诊的患者啊 姓田啊 呃 有个姓李的 还有个姓张的啊 他们 呃 就是在确诊的当天呢 就转到定点医院救治 呃 他以前 住院的这个老年病的 这个病区呢 然后 共有这个 这个医护人员 还有共同住院的患者呢 总共是22个人 然后进行集中的医学观察 呃 并且呢 北大人民医院啊 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他将白塔寺的院区呢 全都腾空了啊 用来 专门给这个 确诊这个患者呢 呃 就是说 住院期间进行 有规律的 肾脏透析的这个 治疗的这么一个区域啊 就专门给这个 确诊这个啊 这个老人啊 就是说这个 白塔寺院区啊 专门给你用啊 用于给你有规律的进行透析 呃 然后呢 对于 其他的 同样做透析的呢 那么100多人呢 也进行了集中的医学观察 就是这样的 呃 目前还没有发现 特别多的 这样的一种 呃 就是爆发的这么一种情况 然后如果 再看 但是这些消息 不一定太确定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 把它放大看一下啊 那上面 他的落款呢 是显示 是办公厅 啊 2020年的2月19日 啊 然后 他说的是 转发财政部的通知啊 部 机关各司法局啊 在京部署单位 接到乐坛 接到的通报啊 昨日三立合 一区51号楼 发现引力 新型冠状肺炎 确诊病例啊 请在今日小程序上 报告 居住在51号楼的 干部职工的姓名 所在单元等情况 并及时提醒 居住在51号楼附近的 干部职工 组好防护 啊 他的日期是 2月19日 在北京西城区的 乐坛附近呢 在那个三立合 这一带呢 呃 就是所受的确诊 这一例啊 他那个 而且肯定 他会有这种密切接触者啊 呃 他这个感染路线呢 大体是在这个发改委 有个地方叫宏观院啊 应该叫宏观院小区吧 一个老太太在北大 人民医院做血液透析的时候呢 是被传染 然后又传给他儿子 他儿子呢 住在 呃 红卡礼堂旁边的这个新楼啊 又传给他的这个女儿和女婿 他的女儿和女婿呢 住在三立合一区的51号楼 然后 后来呢 去买水果的时候呢 又传染给了这个 果多美的售货员啊 果多美呢 是一个水果店 就是卖水果的这么一个地儿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果多美 这个 图片吧啊 咱把它放大看一下啊 果多美啊 可以看他这个 上面这个门牌啊 显示果多美啊 应该是卖水果的 这么一个地儿吧 这个果多美的售货员也被传染了 呃 并且说 这个患者呢 还去过美联美 就是三立合那边有个美联美 美联美是个超市啊 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也 经常去美联美 我还记得当时还有美联美这个会员卡呢 呃 西城区呢 现在看是高危地区 因为老年人比较多 而且有很多 这个理退休的老干部啊 这个话应该是 呃 难度比较大啊 然后呢 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消息啊 但这个只是供 朋友们参考吧 也许是谣言 但是还 所以说这边标的是带确认 对吧 说北京市那边的刚开完会啊 防控升级到 呃 武汉的级别啊 就是要超一级 北京 医疗资源呢 不再对外支援啊 就是全体待命啊 他关键的一点是 北京的医疗资源 不再对外支援啊 就是 控制在北京这个 呃 就是北京这些医生啊 可能就不不在外派了啊 可能就不会在武汉那边 派了啊 就是处理北京这边的这个疫情了啊 但这个消息不确认啊 不确定啊 这个 这个需要 朋友们注意啊 这个 咱们尽量的要慎重一点啊 我这边也是很慎重的啊 这个都有确诊了 然后东城那边呢 就是东智门街道啊 以前我在北京租住的时候 有段时间就在东智门那边住 小街桥那边啊 就是东城区那边呢 有东智门街道 然后北新桥街道 北新桥那边有地铁站 我记得啊 就是我经常从那边过啊 北新桥啊 还有体育馆路街道啊 这是东城 然后朝阳呢 那边呢 有南木房巷啊 这个叫世纪东方 什么花园吧 叫什么呀 就那一带吧 还有什么高碑店 市都高碑店吧 就高碑店 北花园社区 还有降台乡 方圆旺小区 还有奥运村街道 还有来广营乡 那一带亚运村街道 还有东八乡那边 还有慈云寺那边 北院路 对吧 然后海淀那边呢 就是子竹院啊 子竹院那边有一个公园 据说 尽量的不要去那个公园 因为去那个公园之后呢 就容易 说男女恋爱分手吧 但是那个好像我 真的没有去 我听一个 原来一个同学说的啊 子竹院公园尽量不要去啊 说去那边之后容易分手 什么事 具体不太了解 所以海淀那边就是子竹院 还有中关村街道 那边 另外还有北太平庄街道 还有田村路街道啊 那边 丰台区感染的呢 就是新村街道 幼安门街道 还有花香 幸福家园小区 还有南院街道 幼安门街道 就是这一带吧 新村街道什么的 太平桥什么的 北京这些好多地名差不多啊 就不好区分 大兴区 那边呢 说旧工镇 那边有发现 还有西洪门镇 西洪门是不是 卖衣服那个地方 我记得以前在那边卖过羽绒服 还有黄村镇 黄村那边以前有好多工厂 记着 还有观音四街道啊 通州那边呢 有黎原镇啊 还有什么叫马居桥吧 十多居吧 这样的 还有昌平那边就是天洞院 就是天洞院南啊 那边 以前我坐地铁 经常从那边过 还有北七家啊 北七家我也比较熟 北七家那边有好多装修的 路边有好多人在那站着 就是做一些装修的 这些工人什么的一些 还有南少啊 南少那边通地铁 时间不长 它是属于在昌平靠西那边啊 南少镇啊 还有龙作园街道 天洞院北 天洞院北街吧 应该是啊 顺义那边呢 胜利街道 还有空港街道啊 房山那边有长阳镇 还有什么张房镇吧 是什么呀 反正就是都有了吧 石井山那边有八八山街道啊 有了老山街道 玉泉北里 那二区那边也有了啊 怀柔那边也发现了 庙城镇 有密云那边也发现了 石立铺镇啊 所以 北京这边现在感觉呢 也是 呃 其实 也很 对吧 要要提高警惕吧 不要太大意啊 就是大家要尽量保持 良好的个人卫生 经常的洗手 然后并且一定要记住 从外边回到家之后呢 马上 呃 最好是换衣服啊 呃 就是 对吧 当然这个戴口罩 这个都没问题了 尽量不要用手去 呃 揉眼睛啊 抠鼻子啊什么的 对吧 然后 拆这个快递啊 如果有收到之后呢 就是把这个都扔掉吧 啊 然后大体上消毒啊 去 而且洗手的时候 用流动的水啊 用这种栽料水流动的 用肥皂认真能洗 以前我 就是这种习惯 就是经常的 我好好会洗手 呃 我的个人卫生习惯 还是挺不错的啊 至少就是 从外面回来之后 换衣服洗手 这点我做的 还是挺不错的啊 尽量 少窗门吧 少接触吧 另外屋里呢 通风 呃 今天也要做好吧 每天通风 两到三次吧 每次不少于半个小时 对吧 呃 大体是 尽量的 就是 对吧 多注意吧 不要吐痰 随地吐痰 打喷嚏 各方面啊 这个都 应该就 就知道吧 对吧 呃 然后另外呢 就是 大体上 宠物这方面呢 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 不是特别喜欢 养宠物 我觉得太费时间 另外我觉得宠物 它应该是在地上走 它可能会容易 传播病毒 真的 我觉得要加小你吧 给宠物也不要忘了消毒吧 对吧 它们可能不戴口罩 但是 宠物的消毒 它的爪子 也什么的 最好是擦一擦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其他的可能这些管理人员呢 就还是 尽一些职责吧 跟老百姓采取这种教育啊 这样的工作 对吧 就是健康教育吧 另外 也都 对吧 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呢 给朋友们提个醒吧 北京的朋友 我在北京的朋友比较多 然后希望朋友们都平安吧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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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